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词曲》 李宗盛 《诗语》 李宗盛 《诗语》 李宗盛 《语音诗 》 《语音诗 》 李宗盛 《语音诗 》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语课概述》 我们今次进入第十一课 题目是向未接触福音的人宣教 我们一起祈祷 子彼人天父我们感谢你对人的爱 你爱世上每一个人不分种族地位 或者他们的权势有多大 今天你的弟使命也吩咐我们 去向不同的人传福音 其后天父让我们有更大的信心 去向远近的人分享你的爱 透过奉耶稣圣灵阿们 今复的传三节是马帝福音十五章二十八节 耶稣说 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 给你成全了白 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耶稣将群众看作无牧人的羊 耶稣对他们感到同情 并认为需要有人帮助他们 耶稣说 所以你们要祈求庄家的主 叫他妻显供人到他的庄家里去 今天你和我就是那些工人 我们的城市里面 到处都有不知道耶稣为他们做了什么的人 很多人威辱了关于上帝的观念 或者完全拒绝上帝 他们不认识真理 但是他们需要我们 他们需要有人将他们带到耶稣脚前 我们被呼召成为人群中的光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爱他们 了解他们 知道他们的感受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愿望 以及需要是什么 好 今方我们一起回五个分枪来探讨 第一 面对挑战 第二 尋走失丧的人 第三 包容性的工作 第四 拯救失丧的人 第五 成为百姓中的光 我们先来看面对挑战 《诗诗记》三章一节 耶和华留下这几族 说要试验那不曾知道 与家临争战之时的以示人 正如上帝对古事以示所做的感 上帝让我们 住在我们的仇敌中间 和古事的时代不同的就是 我们的争战不是肉体的 而是属灵的 我们的受敌不是我们要毁灭的人 而是耶稣要拯救和迎取的人 增战在城市中尤为激烈 我们面临着众多的挑战 包括环境恶化 健康问题 生活水准过高或者过低 种族主义 缺乏宽容 民族主义 限制宗教和言论自由等等 无可避免地 我们必须与那些 我们想为基督迎取的人联合起来 就像所罗门所做的那样 当时所罗门从推落王那里得到香柏木建造圣殿 然而我们必须避免受他们影响 而离开上帝 就像所罗门跟爱帮女子敬闭偶像一样 接下来是尋走失丧的人 马帝福音九章三十六节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联敏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样没有牧人一般 无可置疑的 耶稣关心每一个人 然而他也都关心群众 因此使命的一部分就是接触群众 那群众在哪里呢? 就在城市里面 是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城市里面 有不认识的群众 我们必须向他们展示羊群的牧羊人 耶稣在传道期间 就遍了很多地方 因此类自敘利亚 加利利 底加坡利 耶路撒冷 犹太 和若旦河外的很多人跟随了耶稣 当耶稣在这些地方 已经为人所知的时候 他决定去推来和西顿的地区 在那里的文化完全不同 由于他是轮近地中海 他的主要卫生是靠海上贸易 在另一方面 在他们的城市 到处都是以救途的寺庙 而耶稣就在这样的地方 尋走失丧的人 接下来就是说到 包容性的工作 马帝福音15章22节 有一个加南妇人 从那地方出来 喊着说 主呀 带卫的子孙 可怜我 我的女儿被鬼负得甚苦 我们最对比 马可福音7章26节 这妇人是希腊人 读罪利费利基族 他靠耶稣赶出雅鬼 离开他的女儿 究竟这个妇人是加南人 或者希腊人 还是罪利费利基人呢?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实际上全部都是 感受取决于罪述者 或者读者的观点 马太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 他的读者对象 是犹太人的读者 对于犹太人来说 这个女人是加南人 也就是说 他是属于那些被驱逐 出英许之地的 咬仗敬佩的民族 正如犹太人所想的那样 他们是不配得道的人 马可写他福音书的时候 他心目中的读者是罗马人 他们用希腊人这个词来形容他 因为这个妇人不是罗马人 对于他们 犹太人是外邦人 希腊人是野民人 出于这个原因 马可清楚地指出这个妇人的角迹 两位福音书的作者都想强调这个妇人 对以示人来说是爱族人 这样他们就会明白 为什么耶稣在答应这个妇人的请求之前 会这样对待她 每个人都需要明白 福音不是单单针对特定的群体 而是包容性的 包括所有国家 和种族团体里面的所有人 下一个题目是 拯救失丧的人 马太福音15章23节 在每一个城市里面 都有一群我们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的人 或是因为他们的宗教 他们的种族血统 以及他们的习俗 也或者他们有报的倾向 又或者是因为他们极端的贫穷 归各位向耶稣求族的妇人 我们知道的甚少 但是她是一群无法得到医治的人之一 令门徒惊讶的就是 耶稣看出这个妇人的信心 并医治了她的女儿 耶稣的信息很明确 就是拯救失丧的人 无论她是哪一位 也不管我们对她的看法如何 而门徒们却花了一段时间 才接受这一点 因此圣灵必须通过异象 给彼得楼下的深刻印象 自己接受 她必须将救恩的信息 带到外邦人这件事上 最后的题目 成为百姓中的光 路纠福音十八章八节 我告诉你们 要快快地 给他们伸冤了 然而 人子来的时候 如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 耶稣在传道期间 遇到了百姓的不信 然而 她亦在最意想不到的人中 见到了信心 我们先来看一下缺乏信心的例子 在耶稣的家乡的人不信她 耶稣传道的城市 譬如说家伯龙的人不信她 然后 耶稣的听众 耶稣劝他们 不要怀明天忧伦 还有 耶稣说她的门徒是小信的人 而为了极大信心的例子 包括一个黑眼的黑衣 她不理人的左流 大声喊叫说 大胃的子孙可怜我白 然后有一位麻风病人 她对耶稣说 你若下我必得结症 还有一位异救徒 罗马的伯夫长 她对耶稣说 你只要说一句话 她的伯人就得医治 最后还有一位家南妇人 她没有放弃来求耶稣 从这些例子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教训就是 信心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可以找到 包括在城市里面 在外邦人之中 这异救徒里面 是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之中 我们必须好像耶稣一样 天秘地进入城市里面 尋找那些面对真理的时候 会以信心回应耶稣教属的人 而这些人确实地是存在的 在城市的呼召 维伦地说 江南在大城市身上的可怕灾难 应该引起我们 在大城市中的热切活动 在我们仍然有机会的时候 向这些勇祭人口中心的人 发出警告信息 在城市中传达我们信息的最有利时机已经过去 罪恶和邪恶正在迅速增加 现在我们必须通过更加认真地工作 来熟回失去的时间 而在信息损税 维伦亦这样说 此时上帝的勃人的职责 就是在城市里传道 基督从天庭来到地上 为的是拯救灵魂 我们作为他恩典的施舍者 需要向大城市的居民 传授他救赎真理的知识 最后我们每周挑战是 在土国中闯开三菲 向上帝祈求更大的信心 与远近的人分享你的爱 而高级挑战是 你是怎么知道耶稣 和宝贵三天使的信息 请列出你在个人生活中 从耶稣所经历的三个属灵祝福 并准备和你的安息学班 分享这些概念 好了 我们今课的概述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